大家好 又到大師五間教路的時間 市場昨天跌完 今天開高略為開高又再插下去 當然即市的波幅也有四五百點 但恆指現在這一刻跌二百多點 我想勉強頂著指數在三萬點上 方便明天做結算 但見到過別過股 洗倉很嚴重 當然 因為市場傳聞是說 美國會對華為作出一個認識的調查 如果涉及到非法供應產品給伊朗 這個指控就會比較嚴重 所以今天見到一眾的手機相關股份 軟件股 全部都好像洗倉式一樣的下跌 在面對著這麼不明朗的環境之下 其實大家應該要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要保守為上 降低風險 大家從中美貿易戰開始講的時間開始 其實一直都千叮萬祝大家 不要掉以輕生 不要覺得整個貿易戰是一個口水戰 只是口水而已 因為裡面涉及到特朗普是一個更加高層次的 在環球政治方面層面的一個目標 就是它一定要針對著中國來壓制中國對於美國的威脅 而威脅源於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人民幣作為其有結選貨幣的一個因素 第二就是五支如果以下不打打擊中國 五支將會成為中國領導全球的一個趨勢 如果這樣的話 對美國的威脅就最大 所以整個局勢就不是單單為了貿易順差 也差不公平那麼簡單 是一個政治的佈局 所以我想還有很多花款要玩的 現在玩了中興華為 下一步會不會聯想阿里巴巴 這些我們都不知道 在現在這樣的環境 君子不立為場下 怎樣都好 降低風險 做足對沖 當然如果你做不到一股不漏的 都起碼做了對沖 在這個環境裏面就不可以掉以輕心 我相信期止結算後市況的波動性會更加大 一些科技股 新經濟股可能的壓力 其實他們本身這些已經炒過了 再加上這個因素的話 我想壓力會更加大 大家真的要很小心為上 謝謝 好了 送給你的